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家庭中的伦理道德 婆媳问题 第三者等问题 可以说是重口味戏剧八点档的诗组 当时宏吉一诗的《花》系列 曾被认为是很多观众生活中的一部分 尤其很多剧情以女性观点为出发 为女性发声 用女人撇开家庭压力 更安惜自己 他打破台湾女性柔软顺从的传统框架 引起许多人的共鸣 剧中角色善恶分明 常有激情的大动作演出 如《护上巴掌》 《拉扯》 《复仇》等 精彩狗血的剧情神受大众喜爱 同时也捧红无数固定班底演员 如李天柱 王淑娟 齐曼宁 张晨光等 也开启坏女人让观众又爱又恨的戏录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了解 因《花》系列而被大众熟知的演员 习曼宁 现年57岁的台湾资深艺人习曼宁 是上个世纪80年代名副其实的美女 也是电视剧女王 出道超过30年的她 当年参演的狗血剧鼻祖《花》系列 曾经在台湾创下高达45%以上的收视率 她在剧中以经典恶女形象打下高知名度 她也因此被封为台湾九点半天后 齐曼宁 1963年10月28日出生 是台南人 年轻时她以模特出道 1986年以金色山庄出道 并以该部电视剧和林以珍《并列女》主角 为台湾电视圈知名的演技派之一 她还曾出演过《碧海明月新》 《百合花》 《太阳花》等热播电视剧 之后更是参与到偶像剧《不良小花》 热捧电影《猛侠》的演出中 其高贵的气质和陈文的演技 赢得了导演和观众的肯定 她的家族六代以前有荷兰血统 之所以会有明显的外国脸 是隔代遗传的关系 随着年龄的增长 西曼宁风采反而胜死当年 五官精致加上傲人身材 让看到她的人无不感叹她的妖娆和美艳 不过私底下西曼宁是一个十分爽直 和男孩子性格的人 西曼宁过去曾三度入围金钟奖 每次她在准备得奖感言时 情绪上虽条列大串感谢者名单 但她心中真正的OS只有一句 感谢我自己 出道以来 她秉持着南部人 恳作不怕吴田梨的冲劲 在演艺圈闯出一片天 我很努力 不喝酒 不打拍 吃了很多苦 这是我应得的 35岁以前的她如是想 习曼宁外形美艳 她的五官较常人更具有欧洲人的风情 习曼宁曾在某节目中自爆 小的时候曾因为洋娃娃一般精致的长相 被班上的同学欺负排斥 等到出了社会 才发觉原来自己这样的长相是优势 就像《太阳花》中的饿婆婆 如果不是那么艳丽的长相 可能也不会那么受欢迎 事业也不会一帆风顺 在《太阳花》中 习曼宁与张婷演对手戏 在剧中强迫张婷打开结扎 坏到令人发指 却也令人佩服她的演技 人气逐渐高涨 当年习曼宁可以说以一己之力 将预计原本只播13集的电视剧 硬生生拉长到了41集 可见其手欢迎程度 据说 观众看到她眉眼的脸 只能为张婷饰演的儿媳妇抱屈 却不忍去骂恶婆婆 再加上精湛的演技 这么多年来 习曼宁几乎没有收到负面评价 之后 习曼宁回忆起当年拍摄花系列的场景 当年她才29岁 却要演出40多岁的角色 让她吃不消 她感慨地说 我是第一次演如此老的角色 枉费人家的美貌了 习曼宁说 当年和李天柱的首场床戏NG11次 你爸妈做那档事的时候 也不可能给你看 就算问 他们也只会保守地说 就睡觉了 那个年纪的情爱要怎么揣摩 是最难诠释 齐曼宁认为 演戏要靠天分和精力 经过《太阳花》演出后 她的表演方式变得沉着 不像过去年轻时 只能表现 只能表现在表面上 《太阳花》诉说的是 两代感情纠葛 更创下台湾戏剧史上 首次女人打架戏码 齐曼宁说 这都是戏剧上的突破 很像现在的韩剧和八点档 可说是戏剧的始祖和经典 近几年 齐曼宁作品量骤减 几乎淡出了演艺圈 而近日接受采访时 齐曼宁毫不避退地透露 不再拍戏是因为 健康亮红灯了 当年人气最高的时候 齐曼宁一年要排三到四部剧 那个时候还没有高铁 腰南北奔波 经常就睡在高速公路的夜车上 有时候甚至一个星期的睡眠时间 还不足七个小时 长期日夜颠倒睡眠不足 健康开始亮起红灯 齐曼宁慢慢发现 眼睛看不清剧本 生理器也大乱 这才惊觉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加上2001年投资失利 他发现自己并不想再为五刀米折腰 于是拍完最后一部戏后 就决定如速学佛 调养身体 之后还加入祭祠一联会 乐于帮助弱势群族 如今的齐曼宁退去明星的光环 加入公益活动的行列 生活平淡朴素 齐曼宁坦言 过去照顾父母 交际等等 每个月开销都有20万 包阳瓶也是非上万不买 但现在照顾父母等家用 一个月不到五万 这样的开销在女明星里 算是很节省的 但他表示并非学佛后 才开始淡薄名利无欲无求 而是如今没有想要的东西了 只有需要的东西 当没有想要的 那就是20万与5万的差别 采访中 习曼宁也透露了今后的计划 他表示从前拼命挣钱拍戏 也有了一定的积蓄 虽然不多 但好歹还挣了三间房 他打算卖一间房养父母 等没钱了再卖一间 最后剩一间给自己住 这样差不多每十年卖一间房 到时候自己也彻底老了 可能有人会觉得 这样的孤独令人遗憾 毕竟当年西曼宁追求者众多 怎么就落到如此 孤身一人的地步 这些年 西曼宁一共交了两位男朋友 但他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好恋人 也很少会去迁就男朋友的生活方式 同时他也一直受到成长家庭的影响 他说 也许是被我爸妈吓到 家里有五个小孩 每天忙完小孩就累垮了 西曼宁说 以前交男朋友 对方也问说要不要结婚 结果不结就散了 而现在看到妈妈 每天就只在客厅厨房忙 而爸爸下班回家也累了 两人最后也都不讲话了 所以让他觉得 走入婚姻究竟会比较好吗 他不要只在家做饭 做便当 带小孩 他一心只挂念父母 曾夸言 男友可以换五百个 但父母只有两个 他曾经将自己的 择偶标准收给弟弟听 弟弟听完却表示 这样的条件 别人都可以娶三个十八岁的女孩了 干嘛要娶你 但习曼宁依然不愿将就 不愿委屈 何况现在的他 想过贤云野鹤般的生活 他自认这种生活 婚后根本不可能 因此 早在四十四岁时 曼宁就产生了不婚的念头 幸运的是 父母并不像寻常长辈一样逼婚 他说 爸爸教佛法二十多年 觉得不婚就没欠债 也坦言十几年 没办法和男人相处 如果真要有 也要那种 在佛法上 观念和他相同的人 但却一直都没有遇到 若说寂寞 习曼宁也反驳 自己身后有靠山 有底气 更不怕麻烦 过自己的生活 还有人聊天 怎么会寂寞 习曼宁说 婚姻是三个家庭 在一起吵架 在电视剧里 见识了太多狗血 不想把麻烦 带进自己的生活 原生家庭 丈夫的家庭 还有自己的家庭 总是有不同的意见和矛盾 不是小心翼翼 就是正面交锋 这些伤神的事情 他不想经历 习曼宁还说 他很享受自己一个人的时光 他认为这很自在 他有出门不交代的自由 也有发呆不被打扰的自由 齐曼宁喜欢在自家阳台上看风景 吹吹风 喝杯咖啡 他说 如果在这个时候 我的老公突然跟我说 你煮饭了吗 会非常煞风景 齐曼宁的想法可能有些极端 也隐藏了一些男权在里面 但是有些也是非常现实的细节 可能需要一辈子去争取 去磨合 齐曼宁就是不想浪费时间 也害怕投入 这跟有些社交恐惧的心理 有些相似吧 不过 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 没有谁一定要结婚生子 看到57岁的西曼宁 美人迟暮的程度 还是让人有些惊讶的 印象中的他 很是富态和优雅的 虽然言之不在 但说话时候 透露出来的少女心 就知道那些催他结婚的人 都是瞎操心 其实生活本就是自己的 一个人若能达到 100分的完美幸福 也无需另一个人来插足 而像习曼宁这样 不惧外界纷纷扰扰 能够一心追求自己选择的人 真的很勇敢 最后 让我们一起祝福 习曼宁生活幸福 身体健康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别忘了动动手指 点击订阅 点赞分享哦 我们下期更精彩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